大家好 今天阿網辣爆要跟大家辣三權分立是危命題 司法獨大 四大禍害 各位教育局長楊勇雄最近做了一件好事 他就這個通識科的教科書偷換概念 將三權分立洗學生的腦這個表述刪除 這個刪除一石激起千蟲狼 所有黃媒黃色背景的法律界的人士 司法界的人士群起遺剿楊潤雄 包括大律師工會副主席 包括港大法律系教授陳文敏 公民黨拉布王郭榮鏗大律師 他們遺剿楊潤雄說 為什麼你要去刪除 在這樣的環境下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走到哪裡 正都不正 從基本法幾上幾落起草到實施 到特區成立23年的實踐 一直都是行政主導 從來沒有三權分立這回事 三權分立既然是指虛烏有 所以不應當放到教科書上偷換概念 洗身身學子的腦 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為了想衝擊行政主導 就是為了想司法獨大 來去搞亂香港 這個在法律界九父姓名的終審法院 常任法官已經退休的列顯倫 都看不過眼 親自寫文章 親自接受訪問 炮轟 為什麼司法界法律界搞到烏裏彈道 然後他也指出 根本這個司法是整個三權 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的整部機器的一部分 火車頭不用問 都是行政長官 因為行政長官按照基本法 他是雙責任制 既要向中央政府負責 亦都是代表特區政府向特區負責 再者 其實 法官的任命 按照基本法 就是行政長官任命 即使最近通過實施的香港國安法 亦都寫明 法官的委任 由行政長官來委任 所以很清楚 根本沒有所謂司法獨大的一回事 三權分工 但是三權要合作 要互相配合 互相支持 又互相監督 回歸二十三年 一路如此 但是 為何現在無風又起浪呢 當然是有風 這個風就是一股妖風 要將行政主導 這個體制去衝塌 衝亂 所以我們看看 這幾年 司法獨大 帶來香港的混亂動亂四大禍害 第一個 就是斬這個行政機關的手手腳腳 最明顯的例子 如何斬手腳 去年十一月 就行政長官 引用這個緊急法 制定這個禁蒙面法 竟然高院作出裁券 說行政機關 說行政長官這個決定 是違反九七年以後的憲制秩序 有沒有搞錯 如果你搞不清楚 你都問一下中央政府 問一下人大常委 竟然自台新嫁 自給人大常委 對行政機關作出一個違憲的裁決 真是豈有此理 大家說 是否斬手斬腳 政府想說用禁蒙面法去制止暴亂 法律司法就不讓你這樣做 這個明明就是要搗亂行政主導 第二個禍害 大家看看 這個司法獨大千瘡百孔為街頭暴亂背書支持他們 不是我說的 是列顯倫說的 那些個人訴求 凌駕社會公眾的安寧 凌駕社會大眾的需要 所以大家看看 為什麼14年非法佔中 拘捕1,003人 還有七百多人 一直不擺上法庭呢 包括黎智英 是不是很豈有此理呢 比如說 現在反政府的暴亂 由去年六月以來 已經拘捕了九千六百多人 將近一萬人了 但是法庭用拖延的手法 來拖政府止暴制亂 到現在為止 只是處理了大概二千宗 只得過百人被判監判刑 是不是中暴 這樣的做法 即是等於 有法庭去包庇他們 第三大害 司法界一團糟 這個也是列顯倫批評的 大家看看 6月30日深夜 香港國安法 埋憲報實施 司法機構從來未試過 這樣有效率 在7月3日 召開一個講座 馬道立作有在場 由一個高院黃某法官 這個法官曾經是被那些製造炸彈 收藏炸彈的暴徒保釋 曾經被襲警的罪犯保釋 由他主持司法公正公盡信心的講座和 有多公正 如何取得公眾信心 這個講座之後 全香港的裁判官都擔心 有沒有搞錯 我們不懂得審案 需要你教 需要你發指示 明明是一種威脅 他們都擔心 今後我怎樣審案 我還有沒有前途 事實告訴大家 這次最近傳媒炮轟 何俊堯法官 八次將那些暴徒 重罪輕判 將他們 給他們保釋 令到大家都看不到 法庭怎樣彰顯公義 而最近 這個何大法官 竟然 升職加薪 你說 法庭法官司法界 是否列顯倫所說 一團糟呢 所以 為何這麼多雙重標準 為何這麼多違反邏侵 為何黎智英 被法庭定了 表面證供成立 但是 竟然 法官 又做了律師 做了辯護律師 說 證人不可信 而無罪釋放呢 是否 豈有此理呢 第四個災害 就是 司法界法庭 竟然 在回歸之後 製起大殺傷力武器 甚麼大殺傷力武器 列顯倫說 回歸以來 這個司法覆核 這個大殺傷力武器 被法庭亂批 三千多宗 根據他的判案經驗 他說 其實沒有一宗 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 回歸以前 累積都是百多宗 所以 司法界 被 這個 亂批 司法覆核 長洲的福克王 來搞亂香港 是否豈有此理 面對 四大禍害 我們的現任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 就是做甚麼呢 是做 勤勝 做A字博 側側博 不多角 結果 即使這一次 三權分立的爭論 楊潤雄被圍攻 他都 暗一點暗一點 不出聲 等到 林鄭行政長官 聲明 然後他才 網誌 很低調地 說 三權分立是不對的 大家是要互相配合 一個這樣的律政司 都不敢 站出來 伸張正義 直斥其非 香港 有甚麼辦法 搞到現在 這樣的境地 所以 阿網立爆 呼籲 全港市民 大家一定要監察 香港的 所謂的 司法獨大 的腐敗情況 絕對 不能夠 被這種情況 繼續下去 如果 司法獨大 實際上 就是要 推臨 行政主導 實際上 它的根源 就是 想 搞 香港 獨立 搞 香港 抗中 亂港 所以 我們 絕不允許 司法獨大 四大禍害 四大禍害 壞 多謝各位